我們要來示範用ORIX PW-118大面積塗膠器來黏磁磚 把磁磚黏在這個板子上 首先我們把這個我們用這個PW-12多功能的抹刀 利用它的開瓶刀 開瓶刀我們來開這個實體靠 我們把它貼緊推過去 它就會剛好切掉最上面這個螺芽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鑄膠嘴給轉上去 它的好處是不會切太深 不會把這個螺芽切太多 有時候如果不喜歡螺芽切太多 這個Silicon就沒有用了 這個鑄膠嘴裝不上去就沒有用了 然後把這個鑄膠嘴裝上去之後 再用這個開瓶刀 這個開瓶刀 這樣靠緊 推過去它就開了 它這樣推過去這樣就打開了 打開之後我們把Silicon裝到這個膠槍上 裝到膠槍上的時候你要套上這個PW-118的座 先套上去 然後放上去 稍微推緊一點點 推緊之後 然後裝這個輔助的轉盤 再把這個PW-118的安裝座 給套上去 這樣套上去 套上去之後呢 這樣穿上去把它轉緊 要轉緊 避免待會兒鑄膠的時候 膠會從旁邊露出來 轉緊 捏住輔助掌盤要轉緊 確定轉緊之後 我們要確定這個PW-118的卡榫有沒有卡緊 避免待會兒膠會從旁邊溢出來 確認準備工作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擠壓膠槍 開始擠壓膠槍 擠壓膠槍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膠開始 膠開始出來 膠就出來 然後擠到準備好了 我們要把這個磁磚 黏在這個木板上 這個磁磚是已經採好的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要布膠的地方 把它 大面積塗膠器裝好之後 這個卡榫要朝上 另外一面我們可以看到是 你的卡榫的位置 是這樣子的 那卡榫的位置要朝上 朝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貼在我們要打的地方 貼住 然後擠壓就可以開始拉 它就可以很均勻的布膠 它就可以很均勻的布膠 這樣拉過來 順順的拉過來就好 然後 另外一面也要布 就這樣打過來 我們看出膠的速度來 來拖動這個膠槍 來決定它那個 打的量 這個膠出膠頭 本身也可以拿來當抹刀 這樣實力控制 均勻的抹上 打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把石磚 給貼上去 這樣子貼上去 然後這樣 貼上去 就完成了 再壓緊 因為它是很均勻的布膠 所以你貼上去的時候 它的黏著的會比較均勻 還不會有 那個磁磚的背後 比較不會有空隙產生 好這樣貼好了 我們打完膠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布膠器拆下來 轉下來之後 就這樣轉下來 直接轉就好了 轉鬆 就把它取下 取下之後呢 取下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這個 PWE9 這個新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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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子 這樣直接把它塞住 塞緊 下次再使用的時候 SILICON就不會乾掉